我们来到概念题的第七题 第七题我在上面写的地回重要观念打了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你 这一题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练习 因为 一般的学生在学观念的时候地回也是他 学习的障碍之一我说过吗 双回签是一个 是一个障碍 有些人越过了再来阵列是一个障碍 也越过了然后 地回就是一个障碍地回能够越过的人不多了 那最后就是指标那更少了 上一题讲的是指标 这一题讲的就是地回 请问以a 1315两个引数a是一个函数 带到右边这个函数里面来 函数之情况他从未指的多少答案是103 那我这样看怎么会看出103 真的不容易 但你要在纸 在这个纸上面先慢慢的算 我先把13带进来 带到这里 n413 m415 带进来的 这个是典型的地回 典型的地回 他地回呢 有点诡异就是a 是一个负乘式 是一个函数 那他 函数负乘式会互叫本身负乘式 他的中止点在这里 中止点 他在m小一时跟n小一时的时候 他就要照回去了 那如果没有这两个都要执行到这一个小一时 这个小一时 好吧 那我们就看他怎么跑吧 13进来的时候 因为13没有小一时n嘛 没有小一时 所以他不会执行这一块 这一块他不会执行 他执行这一块 n等于n-1 所以刚开始n1-1 减到n小一时的时候就掉到下面这一块来 如果 m小一时他才会回去但是m没有小一时 那这时候m就要 一直减2 所以程式一刚开始1315进来的时候 他13会先减1到13 12 11 10 到9了以后又跳回来这里再减2了 就15再减 减2变成 13 11 9 那两个都是9的时候他就地毁了 他就回去了 这个就是 当然我现在是事后诸葛 因为我已经看过程式的执行了 但你必须要一马上看出来这是要有一点功力的 这是一点功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左边是他题目上的C语言 把它转成Python语言的时候就是这样 好这个是A的函数 A的函数有两个引数 M跟N 然后N小于10 才会走这一块负乘4 M小于10才会走这一块负乘4 真正的中止点 是 N小于10 M小于10就两个都是9 的时候 他就回去 他回的答案是18 因为就9加 9嘛是18所以他回去了 回去就一个一个回去回到D先递出来再回 那这里刚开始是 N-1 各位有没有看到N-1 13 12 11 10 那这个做完了以后再来是M会-2 15 13 12 13 11 9 就回去了 回去这个是18 这是18 好那我们就执行他的程式 执行他的程式会变成 看这个画面的解题是关键 各位可以去执行C7 这一个程式 他程式就像右边这一块就是C7的程式 那我们的程式也是这是 刚才比对过了这个程式他原始程式 那我们这样子可以追踪他的结果 追踪 那这个程式执行完了以后他结果就左边这个画面 左边这个画面各位现在一看就可以理解了 他的程式大致上说我把13 15带到A这个函数就面在这里吗 那面13 15就带进来了 带进来 那 A13 15带进来是103 A如果12 15是90 A如果11 15是78 A如果10 15是67 A如果是95就57 A如果93就是42 A如果91就29 A如果99就是18 那9918怎么来呢 9918怎么来 所以103他是 由18加 11 等于29 29加13等于42 42加15 等于57 57因为这时候减到上面来了 减到下面来了这一个 他刚开始指引这个程式吗 这是先加10再加11再加12 再加13 所以57加10是67 67加11就是78 78加12就是90 90加13就是103 所以答案是103 这样讲是最精简 各位一定要自己思考 地毁的意思就是 1315 会等于12 15再加13 好那1215多少就等于这一个 1115等于多少就这一个 1015多少就这一个 95多少就这一个 93是这一个 91是这一个 99是这一个 所以这时候再回了 99就是18 你把18带到这里 18加11等于 18加11 等于29 他就一直回去了 一直回回回回 回到最后就是103 这一题是讲地毁最适合的程式 请各位务必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Jeśli我来不吝点赞 点赞